嗨,大家好,我是洛 沒錯,我剛才是在做一個自己假開頭這樣子 你後面有人 今天呢,有看到我身旁有很多的衣服 還有保養品跟行李箱嗎? 看到行李箱就知道我要做什麼了 二手拍嗎? 嗯,不是喔 我沒有要二手拍 我跟楊後天要去倫敦啦 我現在非常的開心 但同時 你可不可以再雀躍一點? 已經就是很久沒有出國了 因為... 耶! 就這樣 同時我也很無助 因為現在倫敦的天氣是差不多 二十六度到十二度 就是有十幾度的溫差 我個人就是想要好好問一下倫敦 請問一下 London 這樣子 我要怎麼戴衣服? 反正今天就想說來拍一支打包的vlog 然後一邊閒聊 然後如果打包的過程當中 有出現我近期的一些愛用品的話 我也會推薦給大家 還有一件非常開心的事情 我覺得有比出國更開心喔 就是本頻道迎來第一位 財神 感謝天天口罩贊助本集播出 謝謝天天口罩 打算了八個口罩 Juimi Juimi 我覺得是也不用這樣 謝謝謝謝 要不要搬一頓 嗯 Juimi Juimi 500顆星星 雖然現在國外疫情已經比較趨緩了 但是搭乘大眾交通工具的時候呢 我應該都還是會佩戴著口罩 然後像我們這一次搭乘的航班 也有規定乘客全程 除了吃飯喝水之外 都還是要佩戴口罩 這個時候呢 有一個非常舒適的口罩 就很重要啦 我個人其實已經回購過天天口罩兩三次了 然後上一次好像買了八盒 大概有300片口罩 那我非常喜歡天天口罩的耳帶設計 他的耳帶設計呢 是寬耳帶 那這個寬耳帶 比一般傳統的那種細耳帶啊 對於耳朵的那個負擔 會減輕非常的多 然後因為他夠寬 然後彈性夠好 所以整天佩戴下來 我覺得在我個人身上是非常沒有佩戴壓力的 另外我也覺得他算是蠻透氣的 因為像我出去跑步 或是運動的時候 我都還是會佩戴他 另外要講一下他的蜂巢格紋表布設計 這個蜂巢格紋表布呢 戴上去整個人好看度 遠遠的別人看著你 戴到這個有蜂巢格紋表布的口罩 就會知道說 走在路上都是說 不是就會知道說 就會知道說 欸你戴也是天天口罩耶 你品味非常好 因為真的很好戴 然後他的鼻線設計 我覺得鼻線設計真的非常重要 因為鼻線就是要夠牢固 然後他的鼻線是使用環保的PE材質 比起一般傳統的鼻線呢更加的安全 我覺得安全實在是太重要了 每一盒天天口罩裡面呢 還有環保保鮮口罩收納在 如果像外出的時候要吃飯的話 把口罩收在裡面就非常的方便 說了這麼多天天口罩的優點 是不是很想趕快體驗看看 他到底有多讚 我不得不說廠商真的非常的大方 現在只要填寫資訊欄下方的連結表單 就可以獲得 免費的口罩體驗包 然後這個體驗包呢 一組是有三個口罩 可以讓你好好的 試試看天天口罩的魅力 想要體驗的朋友 趕快去資訊欄下方天血連結表單 這名額是非常有限的 這麼讚的免費體驗包 趕快去填寫 最後要再謝謝天天口罩贊助 本集播出 現在就事不宜遲趕快來打包 去倫敦我就是一定要拍很多很漂亮的照片 所以我想帶很多衣服 但是我又會買很多衣服回來 我不想要帶了很多衣服過去 然後又帶了更多衣服回來 我怕超重 所以我現在就是非常的痛苦 但是我剛剛有仔細的盤算了一下 現在盤算什麼 就是我應該會帶 一件黑色長褲西裝褲 然後一件淺色的 休閒褲 然後深藍色的西裝褲 但是深藍色的西裝褲有兩件 我現在就是有點不知道要怎麼辦 因為呢 一件是這個有條紋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純深藍色的 他還有懂這個差異嗎 我覺得你得不到答案 我也覺得我得不到答案耶 但我覺得我應該會帶這個純粹深藍色的 這次我會去住我倫敦的同學家 然後他有幫我買了一個表演的票 那我想說 既然要去看表演 英國人都很注重服儀 他們的服儀文化真的很嚴謹 所以我想說那我要帶一套西裝 那我就想說OK 那我就穿一個很時髦的黑色西裝好了 感覺要換一下嗎 去試試看 好 很像 也太好Q 好我現在來換一下 你穿這樣會不會冷 你說怎樣 就是裡面是空的 這樣嗎 這樣還好吧 穿這樣會不會被那個表演的人感出來 就是想說太放肆嗎 就是有點空 還好啦我之後還是會 裡面應該還是會穿衣服 畢竟我很怕冷 你覺得我要不要換回來 因為我現在就是這樣子 作者其實蠻別扭的 那你第二套是什麼 第二套好像其他沒有什麼好展示 我就是想要秀一下這邊 好等我穿完這件衣服我就要去換回來 好了我換回來了 然後我要繼續把褲子遮完 然後收納的話我通常都是用 那個無印良品的收納袋 每個尺寸我都有買 小號S號我通常就放內褲貼身衣物 M號可能就放上衣 L號的話我就裝褲子跟外套 把褲子們給放一放 然後有帶一件短褲 這個短褲是最近新買的 是Sandro 然後就是打折所買的 非常可愛的一件羊毛的深藍色短褲 但我個人覺得我有可能穿不到 因為很冷 請不要用鄙視的眼神看我 因為我就是很怕冷啊 怎麼了 請問怕冷錯了嗎 去歐洲不能怕冷 你在貼什麼標籤 然後我現在在考慮說 這件外套要不要戴 針織的連帽外套 我覺得可以加緊戴一下 這種寶外套就很適合 在那種高維度國家的夏天 我以前都是那種last minute 的大包人 為什麼要把自己逼那麼緊 沒有啊 因為我就是很愛三星二翼啊 就想要什麼都戴 真的去歐洲國家你都會想要辣 所以阿蘇已經會帶出去 就是會想要耍辣 好 反正現在這樣第一代就完成了 我真的覺得很棒 然後再來 我真的想要給我自己寄一支嘉獎 就是呢 來 我上衣就只帶一二三四 目前啦 我目前是這樣打算 再來看看有差多少 會不會多出一倍呢 沒有 因為我朋友 我就先為了我朋友說 欸你最近就是都穿什麼外處 他就跟我說 喔我都穿一件T恤 然後配上皮衣 我想說喔那應該還可以吧 然後我帶了兩件POLO衫 我最近真的很著迷於POLO衫 你覺得是因為我年紀到了嗎 我覺得可能最近也是在流行 是嗎 又流行回 因為以前有一陣子穿POLO衫就是會被 覺得好像有點年紀的感覺 是嗎 有可能就是年紀到 對我覺得就是年紀到 然後我就帶了一件是駝色 一件深藍色 然後這兩件也都一樣是Sandrom的 兩件T恤 欸但這件我要講一下 這件是我最近新買的 這個是那個 Apese跟Lacoste的聯名款式 超級可愛 他把Lacoste的 鱷語跟 Apese的文字結合得很好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我摺衣服到底有多麼的工整 反正我摺衣服呢 就是很龜毛 我裝的龜毛 我就很注意這個線 有沒有筆直 然後兩邊都要很筆直 然後要摺得很漂亮 這樣 然後再把它們對摺 然後另外一件我帶了一個是 Sporty & Rich的 也是最近新買的一個T恤 然後這一次最喜歡 就是因為他採用了我的建議 開始造謠 他用了我最喜歡的紫色 淺紫色 然後做了一個 那種很美國大學風格的這種 小灰感覺 就還蠻可愛的 喜歡 反正我現在就是先預計我只帶這四件啦 反正愛買的人不會錯過購物的機會 再來講一下這個 大家猜得到這是什麼嗎 襪子 這不是襪子 這是延長線 反正楊就說 他的那個空服員朋友 就教他說 出國的時候可以帶一條延長線 因為有時候就是會插座不夠 然後 或者插座離你睡覺的地方很遠 蠻想發生的 嗯 所以那個桶只要放一個反接頭 或者是 你後面就延伸出你可以自己習慣用的插頭 是不是很方便 很方便 又加上我有很多東西要充電 這個小屋是我自己覺得 出國多年累積下來最實用的小東西 對 所以這也算是我目前出國的愛用品之一 然後我就把它收在一個 聖誕襪裡面 然後我會把它這樣綁起來 因為我怕 跑來跑去 所以它就會變這樣 蠻可愛的吧 就別人 你不說別人也不知道是什麼 有人知道這是什麼嗎 怎麼會有人還戴這個出國嗎 怎麼樣沒看過女高中生啊 這很可愛 這就是拍立得啊 有人還知道拍立得是什麼嗎 靜默 OK 我以前是拍立得的狂熱粉絲 我大概有一頭拉股這麼多的拍立得照片在 目前在倉庫 那你之後還會再拍嗎 這是我最後一卷底片 然後這一卷應該有放五六年 然後接下來應該是沒有再持續購入的考量 但沒關係我就是 你講這麼多 沒有啊 沒有啊 我就想說反正我就是把這一卷拍完 給大家看一個重點 It's not just a bag It's Prada 這講五百遍都覺得很好笑 大家知道這個梗嗎 就是 那個小姐好白 好好笑 好反正 就是這樣 而且我們剛剛那段是不是有和音和音 沒錯 那牛軚褲我就是不戴了 先把它放旁邊 然後重要的就是口罩 我個人是 要帶八盒回去嗎 我不會帶八盒啦 我應該會帶白色的這一盒 我最常帶的就是白色 然後可能戴一下紫色吧 天天口罩真的有非常多顏色的選擇 我決定來整理保養品 然後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要來整理保養品 然後保養品我通常會分 兩個區塊 一個是戴上飛機的 另外一個就是放到 拖運行李裡面 這個是我帶上飛機的化妝包 然後我會放 牙膏 還有 護唇膏 然後牙刷 EASOP的試用包 然後有面霜 跟洗面乳 所以我覺得應該夠了 因為主要就是怕太乾 然後另外怕太乾的話 還會帶這個 瞬間滋潤噴霧 它就是這樣子啦 看 哇好舒服喔這個味道 很喜歡 另外另外上飛機要帶這個 薄荷棒 泰國很紅的這個 薄荷棒 每次買都要買這樣 一串 然後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用得完 這真的超級舒服的 我每次都會捅到超深這樣 神清氣爽 基本上飛機上 我應該就帶這樣 我雖然皮膚狀況還可以 但是我蠻容易受環境影響的 所以我的套數都要帶得多 我帶了香情籽的三樣東西 一個是調理液 就是化妝水 然後精華跟面霜 B綠茶 B綠茶 因為它是完全沒有酒精的 所以我有時候 刮完鬍子的時候 我會通常優先使用B綠茶 比較不會有刺痛感 這些結束了之後 還有另外一個精華液 就是 成癮 反正它就是滿滿的維他命C 很乾的時候 可以靠它 補一下 真的真的很乾 我就第一兩管 二重奏的乳液 然後另外一個是 山茶和人滋潤面霜 這個就是相對非常非常滋潤 相對於它啦 接下來是身體的 身體的話 就帶了洗頭的 跟洗澡的 然後還有身體乳 欸我發現我忘記講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這兩樣 是我最近非常喜歡的東西 我絕對 要給大家好好的看一下 第一個是 這兩樣都是禮膚寶水 然後這個是 精華 然後這個是 有點類似精華乳液 因為最近台灣就是 天氣比較 開始轉熱 然後滿潮溼的 所以我最近的膚況其實是有比較不穩一點點的 那我朋友就介紹我這個 禮膚寶水的這兩樣生物 我跟你說真的很好用 因為我用完之後呢 有一天我朋友看到我 他大概兩三週沒有看到我 他以為我去做了什麼 他覺得我的那個額頭變很崩 反正他這都是含有酸類成分的 所以酸類或多或少 可以緊緻一下皮膚 然後加強代謝 我覺得他們兩個一開始用 都會有 紅跟有點腫的反應 就是皮膚對於新的酸類 會有不同的反應 所以需要去訓練一下皮膚的耐受程度 可能一開始一天只用一次 然後隔兩天再用 再來就是護手霜 那因為這條快用完了 所以我又帶了一條 臉部的防曬 之前也滿多人問我臉部的防曬 然後這個算是我日常用的 但我現在在苦惱的是我運動用的 我後來買了一個RMK的 然後也是OK 只是我覺得我還是有曬黑 再來就是一些小的 試用包 這個是 sublime 它的中文是 夜間深層滋養面膜 之前有跟大家說過 就是EASOP的包裝上面 只要有這個加字號的 都是用來緊急修復跟修復的 所以我 如果乾到比如說有點脫皮什麼的話 我就會附它 另外就是 就是體香劑 香水都要講一下 這一瓶呢是 雷拉布的黑茶29 這個味道 太厲害了 非常非常的好聞 很高級 然後 它的那個茶香跟想像中的茶香是不一樣的 是非常有 氣質 然後非常有 底蘊的那種茶香 另外它的茶香又帶了一點花 反正這個它的花香呢 就是對我來說算是蠻隱晦的花香 就是你會覺得說 木質調很壯 然後 我不算 我不確定算不算煙燻感 就是可能有點煙燻感 然後同時又有花香 所以整體 我每次噴這一罐 大家都說 你這罐是什麼 你這罐是什麼 就是它 雷拉布29 其實在國外的雷拉布是可以填充的 拿著原瓶聲是 可以回去電上填充 這個我已經填充過一次了 然後另外一罐會帶的就是 Esob的Karst 克斯特算是我覺得他們家 近期推出三款香味裡面 我個人最最最最最喜歡的 也是木質帶有一點花 我發現我對於這一類的味道 還蠻 接受度還蠻高的 持香度我覺得還OK 但是兩罐要比的話 這個是非常非常吃香 而且噴的量也不用多 就大概 一下 在手腕 然後 這邊割一下 總共三下 一整天我覺得完全沒問題 所以這邊就是我的 你的包包不會太深 我的包包 有點放不下 我以為它是無底包 有點放不下欸 好啦應該是可以 它這個真的很能裝 它真的很能裝啊 可以啦 可以啦 你剛剛裝得下了 下面還可以放面膜 對 我接下來就是要來放面 然後面膜的話 我帶了三包這個 簡單的玻尿酸水潤面膜 這個也是我覺得補水力非常夠的 然後還有這個是 肌炎的光透潤 瞬效補水面膜 康氏梅 特價的時候買的 那就是無功無過的那種表現 那我就都帶著這樣 好 你看它這個有多能裝 我好像打包差不多了 看起來沒有很多啊 對啊 因為我這次就是在學習 要打包非常少出門 其實還有一個重頭戲 在後面那兩代 但我現在有點被想面對 我現在行李打包的進度呢 已經來到差不多百分之七八十 算是今天有告一個小段落 然後那些零食啊或者是雜物 就是明天 或者是 啊不管了 反正我就是 出發前 我一定會好好的 把他們按鈍按鈍 然後我現在真的很期待 然後要再次感謝本集的財神 天天口罩贊助本集播出 對天天口罩有興趣的朋友 要記得趕快去 資訊欄下方的連結表單填寫喔 名額有限 趕快去填寫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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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